报道说江苏干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一春两年前因为违纪被免职 但是当年急获平调任县人大办公室副主任 并在同年年底换季之后改任县农委党委书记 干于县委宣传部称张到县人大也就是个挂职 一年没有上班 但并未对此是否涉嫌吃空想做出答复 而讽刺的是这个张一春还曾经发表一部长篇小说 名字叫做乡镇党委书记之男 小说主人公霍大海在官场当中几乎被挤到边缘 但是对良知不愿放弃坚守 说我只是不理解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 咋就这么难呢 真是有趣 这个独白难道也是张一春的内心写照吗 你猜呢